大家好,今天要教大家做一道在马来西亚早市夜市都很常见的一道华人传统糕点 芋头糕 软绵绵的芋头糕,配上爆香过的虾米 相信应该是很多人心中最爱的一道糕点吧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准备900克的芋头 大概是一粒芋头的分量 把芋头去皮,再切成丁 大小不需要太小,像我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芋头糕吃起来也会比较有口感 芋头切成丁后,把它装到一个容器里 放置一旁,我们等一下再处理它 下来我要调面糊的部分 为了方便各位新手们制作 我把食谱简单化了一些 我只加入两种粉 一是300克的粘米粉 另外再加入两汤匙的玉米粉就可以了 将面粉和900毫升的水混合在一起 搅拌均匀 记得要确保所有的面粉都融化在水里哦 要不然吃起来就会有一块一块的面糊口感 那面糊调好后呢,我们也一样放置一旁 等下才会用到 接下来准备100克的虾米 那虾米不需要泡过水 只需要稍微清洗一下 然后再切碎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要来爆香佐料 将适量的油倒入锅中 油热后加入切好的虾米下去爆香 稍微炒一下 让虾米变成青黄色后 只是大概有一点脆脆的感觉后 就可以加入芋头了 切好的芋头呢 直接加下去炸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特地去蒸过压成泥 芋头炸一下会比较香 吃起来也会保有虾米的味道 现在我们要来调味啦 准备少许的胡椒粉 盐和五香粉 喜欢五香粉的朋友们可以放多一点 那不喜欢的呢可以直接不要放 或者可以放少许提香 调味料呢直接加到芋头 拌炒均匀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加入面糊 那我刚刚呢觉得我的五香粉的味道不够重 所以我再往我的面糊里 加入多一点的五香粉 那觉得五香粉的味道已经够了的朋友们 可以不需要再加了哦 把面糊直接倒入锅里 转至小火慢慢的搅 要小心哦 因为面糊很容易就煮焦了 当面糊已经开始粘勺的时候 就可以拿起来了 大概像这样子就是半成形的状态 就可以关火了 现在我们来看容器的部分 在容器的底部刷上一层油 避免待会蒸芋头糕的时候 芋头糕粘着底部就很难拿出来了 现在把我们刚煮好的半成形状态的芋头糕铺在容器里 记得要把芋头糕压得紧紧的 不然等一下切的时候就很容易垮掉了 最后我们终于要来蒸芋头糕了 把芋头糕放入蒸锅里 蒸45分钟 那我的芋头糕会铺的比较厚 所以蒸45分钟 那容器比较薄一点的朋友们呢 可以蒸30分钟 到40分钟就可以了 45分钟后 关火打开锅盖 为芋头糕刷上一层油 这么做是避免芋头糕冷却后会变得干干的 吃起来口感不好 最后的最后呢 也是芋头糕最精华的部分啦 把刚刚爆香过一部分的虾米 撒在芋头糕上 再撒上少许的葱花 辣椒丝 增加美感 最后再撒上花生米 淋上辣椒酱 就大功告成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帮我订阅按赞 分享给家人朋友们 那大家有什么想尝试的食谱料理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惹 先夹 哦 峰 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